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听 圣体圣事的第二个秘密 基督并非独自临现 耶稣当你在圣体内临于我心时 你协同圣父圣神与尊将贵 来到我内心的小天堂居住 当基督为我们临现于圣体圣事内时 其实他并非独自临现 这种说法不晓得您可曾听过 但我真的是从未听闻 这么多年来 从儿童主日学 天主教高中到大学 以及每日弥撒的讲道 还真的没人跟我提过 耶稣基督并非独自临现这件事 我曾自以为对圣体圣事 指的就是指的就是那最独一无二 且完美无缺的转变 从祝圣那一刻起 这个面饼 耶稣基督并非独自并非独自显现 当我开始研究 特地腿腿肯定的圣体圣体圣事的定义 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另一个奥秘 教会教会教导我们 当玛蒂亚在领报时答复说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耶稣基督因圣神的德能降运 拥有了肉身和灵魂的人性 然后由玛蒂亚诞生 并与天主圣三的天主性 永远结合为一 天主教教理464号所解释 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一部分是天主 一部分是人 也不是天主性和人性模糊的混合物 他确实成了人 但人是真正的天主 耶稣基督在其唯一的天主性位格内 具有两个本性 一是完整的人性 二是完整的天主性 这两种性体密不可分 以致基督天主性的位格 跟他那因死亡而分离的灵魂和肉身 结合在一起 当圣父使基督复活时 他完美地将圣子的人性 以及肉身融入了圣三之中 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 耶稣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灵在呢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 我们使用的言辞可能模糊了焦点 当我们说面饼成了基督圣体 葡萄酒成了基督圣血 我们在话语上很可能造成的误导 表示这一切发生 和耶稣基督可以一分为二 经由祖圣导词 《成圣体圣血经》中 基督圣体确实淋于丙的外形之下 而基督圣血也确实淋陷于酒的外形之下 但是我们不能将基督分割 基督圣体必定连同圣血一起淋在 而基督的体血 必定同时包含他的灵魂和天主性 神学家用共存这一词 来解释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 在同一位格内完全的合一 因此教会教导我们说 每一片面饼包含了完整的基督 而每一滴酒也同样含有完整的基督 基督是整个完全的淋于丙形及酒形内 而且是整个底完全的淋在于每一分之内 所以剥饼并不会把基督分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必同时领受圣体和圣血 只要领受其一 就等于领受了完整的基督 到这里 我的脑海中迸出了两句话 基督是以他在天堂 以及不离开天堂 临陷于圣体圣室内 基督是如何临在于天堂 只有他独自临陷吗 当然不是 基督是至圣圣三宗的第二位 既是真天主又是真人 与圣父及圣神永远合而为一 正如不能将基督内的人性抽离 也不能将基督内的天主性抽离 就好比我们不能将他的圣体圣血分开 或是将他的灵魂从他的圣体圣血中抽离一样 因此 我们更无法将基督从天主圣三宗的其他两位分离开来 在弥撒圣祭几岛经的结尾 我们可以听见主祭神父这样向天父祈求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基督与圣父及圣神同在天上 永生永亡 但他如何为王呢 身为圣子及仁子 万王之王 他的肉身与灵魂受享光荣 基督坐在圣父的右边 由天庭诸位圣人圣女和众天使围绕 并与他的母亲 荣福童贞玛利亚永远团聚 圣母的身体与灵魂同时被提升天 以天上母后的身份 与他一同统治天上地下的一切 基督并非独自灵陷 当他灵在于圣体内 他同时也灵于天堂 并且从未离开天堂 这表示整个天堂都与他同在 难怪他会对我们说 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每当我回想起以前那错误的观念 就会不离暗自窃笑 因为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这种好笑的画面 某日在天堂里 耶稣基督瞄了一下时间 哦 迅速地跳下了他的宝座 抓起他的白长袍说 爸妈再见 圣神再见 各位天使圣人圣女 待会见 我得赶快下凡 亲自临于圣体圣事中 我知道你们会想念我 不过我会赶快回来的 基督并不会为了临陷于圣体圣事 而离开天堂 而他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 与他在天堂的临在 并无不同 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 祝圣过的面饼 但基督并不会复制分身 好同时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因为基督只有一个 基督的灵线也只有一种 基督也唯一用一种存在的方式 那就是住在天堂光荣中 独一而不可分的存在 并未争多 但是由于圣事 使他临在于地球上 举行的弥撒 这段话对你我来说 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 每当我们领受圣体圣事时 正是与圣三共融 有人这样告诉过你吗 我们在世上每次领圣体 就是愈常将来在天国里 圆满实现的神圣行动 这爱的礼仪 一直在天主圣三内举行 如同道明会会事 被那多神父所解释的 圣人来到我们中间 但他并非独自而来 我在父在我内 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 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 圣父与圣子出现在何处 圣神也必然同在 因此 因此每个领受圣体的人 至圣圣山便住在他的心中 耶稣亲自向我们保证 谁爱我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 天主渴望在我们内活出圣三的生命 我们蒙昭成为圣三的居所 并在这居所中与圣三的每一位建立关系 关于天主圣三 在天主教教里明确地指出 这难有完美的解释 因为这些名词 是为了解释一个难以言喻的奥秘 这奥秘无限地超越我们人类 所能明白的一切 而教会以同性同体的性理教导我们 圣三中的每一位同为一体 一指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享有同样的天主性或实体 圣三是一个天主 我们并不宣认有三个天主 而是一个天主有三位 同性同体的圣三 天主三位 并不分割同一的天主性 而是每位都是整个天主 因此 当我们以圣事 领受丙九行下的基督时 圣父和圣神也与他同在 但并非以圣事的形式 而是真正的 完全的 且实体的跟耶稣基督同在 现在请继续想象 你看到居于宝座上的是圣体 而不是耶稣本尊 圣父 圣神 及整个天堂人在 除了耶稣隐藏在面饼的面纱底下 当荣灯天国宝座的耶稣 为我们临现于圣体的面纱下时 我们能隐约看到 在那面纱底下 不仅仅是耶稣一位 而是整个天上的事物 都围绕着他 当我们吃下面饼 也就是圣体时 基督就是圣体 圣父和圣神与圣体同在 并协同基督住在我们内 使我们加入圣三 及整个天堂的行列 天主圣三来与我们相遇 成为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的天主 不少圣人 曾以非常真实且个人的方式 体验到天主圣三 预居其内的神圣共荣 例如圣父天纳修女写道 有一次领圣体后 我听见这话 你是我们的居所 那一刻 我内心感到天主圣三的灵在 圣父、圣子及圣神 天主借着圣体、圣世 与我们分享圣三的生命 如此美妙的恩赐 我们实在应该由衷感激 我们应当怀着敬畏 与喜乐之情 与圣家灵一同涌畅 你以自己的肖像 和模样创造了我们 并借着你圣子的宝血 使我们重生 这样还不够吗? 是否仍有必要 让你赏赐天主圣三 作为喂养我们的灵魂食粮呢? 对圣必奥神父来说 弥撒不仅是重现 迦尔瓦略山上的祭宪 更是天国的盛宴 而荣福童贞玛利亚 也一直陪伴在祭台旁 圣必奥神父解释说 圣母协同众天使 与整个天堂 临陷于每一台弥撒宗 而在每台弥撒宗 她看见天开了 除了天主的光辉 还有天使和圣人 同享光荣 而圣女小德兰 在出领圣体时 也有此等深刻的体会 正当她准备领受 禀九行下的基督时 圣女小德兰体认到 不仅圣三预居在她内 既然天上圣人和天使 皆圆满地与基督合为一体 那么整个天堂也会来到她心中 在礼仪中 圣女小德兰感动地流下泪来 有些姐妹误以为 她是想起过世的母亲 无法与她同享这特别的一刻 而伤心难过 为此 圣女小德兰写道 她们怎能知道 当天国的快乐 洋溢于我心中时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仍在地上 度着流放期的生活 心灵忍受着种种 腐腻 冲击 怎能抑制得住 热泪的泵流呢 我并非为了母亲 为能见我出领圣体而难过 因为整个天堂 原就在我心里 当天主清灵时 早已远赴天堂的妈妈 也清灵了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原来我们在弥撒中 领受圣体圣事时 不只领受了基督的圣体 更领受了天主圣三的生命 以及整个天堂 这是多么大的恩宠啊 下一次泰瑞将继续 跟大家分享 圣体圣事的第三个秘密 欢迎大家按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